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谷歌云计算技术中的分布式文件系统GFS 它解决了底层文件存储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学习另一个谷歌的核心技术 分布式计算模型MapReduc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MapReduce的设计动机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 谷歌的业务需求有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施计算的能力 以搜索引擎系统为例 每秒钟系统面对上万次的并行查询请求 每个请求都要求在全球的网页中进行结果计算 并且在客户可以接受的时间内实现 这个时间呢通常是秒级的 可以看到这个计算问题呢相对比较简单 但是求解困难 原因呢是因为带处理的数据量巨大 通常呢达到PPT 只有分布在乘百上千个节点上进行并行计算 才能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完成 然后又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 如何进行这种并行的分布式计算 使用这种分布式计算模型的话 如何去分发带处理的数据 以及如何处理分布式计算中的错误 针对以上问题 谷歌天才的科学家杰弗丁设计了一个新的抽象计算模型 他封装了并行计算 容错处理本地化计算 负载均衡等细节 还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强大的接口 这个技术呢就是MapReduce MapReduce是一个处理海量数据的并行编程模式 用于大规模的数据级的并行运算 通常呢会大于1TB以上 顾名思义这个编程模式呢 是由MapReduce两个过程组成的 Map呢通常我们中文把它叫映射 Reduce呢是化碱或者是硅并 这两个概念都是从函数式编程 还有矢量编程语言基建栏的 我们今天知道呢函数式编程呢 现在也是在编程界的 现在是一个潮流 像Skyla包括R语言呢都支持函数式编程 非常适合非结构化和结构化的海量数据的 搜索挖掘分析以及机器学习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MapReduce的编程模型 好我们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MapReduce呢它整个的模型呢包含两个处理过程 分别是Map和Reduce两个函数处理的过程 每个过程呢都会有不同的工作机来进行 并行计算处理 其中Map函数对一部分原始数据进行指定的操作 当然这个指定的操作可以由用户自己编程来写 然后每个Map操作呢都针对不同的原始数据 因此MapG和MapG之间它们的工作是相互独立的 因为处理不同的数据 这就使得它们可以充分的定型化 提高印酸速度 Reduce操作呢 它对每一个MapG所产生的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不是最终结果 我们叫中间结果 使用Reduce机对这个中间结果进行合并操作 然后呢Reduce机它们也可以处理不同的Map的中间结果 这些数据是互不交叉的 所以在Reduce机上也是实现了并行计算 最后呢所有Reduce机产生的最终结果 经过简单的连接就形成了完整的最终的结果 这就是MapReduce的它的函数变成的过程 那么作为开发者来说 我们要使用这个编程模型 那么要使用它呢 需要熟悉这两个函数的输入输出的编写 好 我们看到这里呢是两个函数的内容 对Map函数来说 我们输入参数是两个 一个是InK 一个是InValue 它们呢指明了Map要处理的原始数据 我们会把它呢进行一个数据的这样的一种类似格式化 那么作为Map机呢经过运算以后 它的输出结果呢都是一组叫做KValue对 这个概念呢是在MapReduce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其中呢K是一个键 然后Value呢是对应的值 这是通过Map运算以后呢产生的中间结果都是这样的KValue对 好 下面我们看Reduce函数 Reduce函数处理的是Map函数输出的中间结果 那么就是这么很多的KValue对 那么不同的Reduce机呢会对不同的K值开始的 这些所有Value的这样组合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呢它的工作就是对相同K值的Value值进行规定处理 当然这个规定处理呢可以由用户来定义 可以是简单的合并排序等等各种各样的处理 它的最终输出结果呢是所有的Reduce机 把所有的结果并在一起 就是一个最终结果 好 前面我们讲到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现在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详细的演示一下 让大家帮助理解一下MapReduce的变成思想 我们这个案例呢是我们用MapReduce来计算一个 大型文本文件中各个单词的出现次数 就是我用经典的WordCount算法 那么在这个算法中呢 作为Map函数的输入参数 它要指明需要处理哪部分数据 那么这部分数据呢会以一个 在这个文本中的起始位置和需要处理的数据长度 这样来分割表示 经过Map处理形成的中间结果 我们说这里的K和Value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值呢 K呢是某个单词 然后呢Value呢就是这个单词的出现次数 那么Reduce函数呢会处理这个中间结果 就是这样的一些单词出现次数的对 它会把相同的单词出现的次数进行简单的叠加 然后呢最终得到每个单词总的出现次数 好下面我们结合这个动画来讲解一下整个过程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在这个案例中呢 比如说我们处理左边的两个输入数据 是一个文本文件 它里边呢包含着随机的一些单词 像第一个PyloWord等等 这样的话我们的目的呢 最终把输入的所有的这些文本文件中出现的单词的次数 做一个总的这样的一个计算 第一步呢我们进行一个分割 因为文件呢可能都是无序的 然后也没有它的格式 我们先把它规定一下它的格式 这个格式呢 比如说我们以行为单位 然后这个第一行出现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呢它包含的这样的字符串是怎么样的 做成这样的一个标准格式 作为一个以行为单位对数据进行分割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右边呢是两个MapG 要对这些数据同时进行并行计算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MapG 第一个MapG呢做的是这个Map函数的运算 很简单 因为它就是哪个单词出现几次 然后第一次运算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出现一次 所以你会看到它把这个文本中所有出现的单词呢 都用这样Kvalue 就是这个单词一次这样的格式呢 把它给列举出来 这样呢对每一个MapG都运行这样的一个计算 在Map中呢经过这样的计算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每一台MapG本地比如说进行一个排序 因为它最终的最初的这个Kvalue是没有顺序的 我们可以按字典去给它排列起来 排列起来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在我们的例子中 有两个Word 第一个MapG里有两个Word这样的单词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临近的两个Word进行什么次数相加 这就是右边的我们看到的什么Kombin 这些工作都是在每一台MapG本地运行的 然后每一台MapG呢就会把它所有这个文文里包含的单词 然后排序 然后呢再把它的次数这样出现的次数全部都相加 最终出来的结果呢你可以看到最右边这个 就是所有单词在它这个MapG本地出现了几次 然后Reduce呢就会对这个所有MapG的中间结果 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规定 因为这里边我们只有两个MapG 所以呢对Reduce来说呢它就比较简单 它可以把所有两个MapG里出现的单词呢 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就是按照单词它是K 然后呢把所有出现的值先列在这边 第一个里边这个By出现了一次 第二个里边出现了两次列在这边 然后到最右边大家就可以知道 它要这里我要统计出现的总次数 这里做什么预算 简单的这样做加法运算 最终这样呢就可以把所有的文分里的 所有出现的单词的总次数呢这样算出来 好学习完了MapReduce的编程思想 我们从工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谷歌MapReduce的实现机制 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呢就是MapReduce的机制图 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中整个计算系统存在一个master 它呢负责任务的分配调度 还有多个worker就是工作机 按照他们的执行内容呢可以分为Map工作机和Reduce工作机 Map的输出结果呢暂存在MapWorker本地 那么整个MapReduce的执行过程是这样的 所有的输入的文件数据分成M块 然后呢每块大概是16兆到64兆 这个可以你在编程的时候通过参数来决定 接着呢在集群的机器上执行分派处理程序 集群中有M个Map任务和R个Reduce任务需要分派 那么这个任务分派呢是由master来执行的 master呢会选择系统中空闲的工作机来分配这些Map或者是Reduce的任务 作为分配到Map工作的工作机呢 它会读取并处理相应的输入块 Map函数产生的中间结果就是一些KValue对 会暂时缓存到MapWorker的内存中 这些中间结果呢会定时写到这些MapWorker的本地硬盘 分区函数呢会把这些中间结果分成R个区 这些中间结果在所有MapWorker本地硬盘的位置信息呢 将发送到master 然后呢master负责把这些位置信息传递给ReduceWorker 当ReduceWorker收到这些Map的中间结果的KValue对的存放位置时 它会调用远程过程 直接从MapWorker的本地硬盘上读取缓冲的中间数据 当ReduceWorker读到所有的中间数据 它就使用中间K进行排序 这样就可使相同K的值都在一起 这个过程呢我们在刚才的算法解释中已经做了演示 那么ReduceWorker呢会根据每一个唯一中间K 来便利所有的排序后的中间数据 并且把K和相关的中间结果值集合传递给用户定义的Reduce函数 Reduce函数的结果呢 写到一个最终的输出文件 当所有的Map任务和Reduce任务都完成的时候 master就激活用户程序 然后呢返回这个用户程序的标用点 MapReduce作为一个大型分布式计算系统 它呢并不要求每一个工作机都是可靠的 每一个工作机在运算中都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整个系统的容错性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MapReduce的容错是怎样实现的 它主要也是分为master的容错和work的容错 两部分内容 作为master来说呢 它有以下的这些措施 首先master会周期性的设置检查点 checkpoint 然后呢并导出master的数据 一旦某个任务失效 系统就从最近的一个检查点恢复 并重新执行 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呢 来保证master的这个可靠性 那么作为worker 不管是Mapworker还是Reduceworker 它的失效都是常态的 它的容错机制是通过这样来实现的 master呢会周期性的 给每一个worker发送PIN命令 如果没有收到应答 它就会认为worker失效了 然后呢就会终止这个worker的任务调度 并且把这个任务呢 调度到其他worker上重新执行 非常简单啊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学习了谷歌云计算技术的核心技术 MapReduce 这种计算模式 可以用来计算很多分布式场景 除了我们刚才讲过的计算这个出现的单词数量 还可以通过MapReduce完成无序的英文字符串排序工作 使其有序 这就是经典的字典序算法 这是用于衡量分布式数据处理框架的一种 数据处理能力的一个检验算法 希望同学们客厦可以结合我们的习题 对这些算法应用MapReduce进行实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